香港的泛民主派过去一直在立法会都占有席位 但这个情况可能很快会从香港消失 那是因为北京正在推动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国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实现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让一国两制可以幸运志愿 旧的制度下如果你想参选立法会 你只需要得到所在选区选民的提名 但现在不同了 那是因为多了两重的关卡 首先你要得到最少10个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提名 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由亲北京的人事组成 其次还要召集一个新设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核 香港警方的国家安全署会协助审查 参选人也不可以通过法院挑战资格委员会的决定 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也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 不公开决定背后的原因 当然你还要得到一般选民的提名 如果你成功通过这些关卡 那恭喜你 你正式成为候选人了 过去有特首和立法会的参选人提出一些奇怪的政綱 例如向每个香港市民派40万 又或者设立红灯区等等 虽然他们无法成为参选人 但以后成功的机会可能就更加微了 你可能会觉得 其实不让这些人参选又有什么所谓呢 但是香港的民主派认为 即使他们很认真地提出政綱 但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仍然可能会影响他们 令他们被拒绝门外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变 是立法会的议席从70席 增加到90席 你可能会觉得议席多了代表性不是大了吗 但其实过去立法会里面一半的议员 即是35个人都是由直选产生 300万的一般选民都可以投票 但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直选议员的数目减到只有20个人 换句话说 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议员佔比 从一半跌到大概五分之一 另外立法会原本有六个位由区议员担任 外界本来估计民主派可以拿这六个位 但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这六个位全部取消 负责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 都面临类似的改变 新的制度下 选举委员会的成员 从1200人增加到1500人 香港政府说 这样做可以增加选举委员会的代表性 但香港绝大部分的选民和过去一样 从提名到投票都无法参加特首选举 正因为这样 虽然北京说这次选举制度改变 是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但民主派就说这次是民主的倒退 在上次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 不同光谱的民主派人士 在70席里取得29席 约占立法会40% 虽然他们仍属于少数派 但立法会规定政改 炒议员由于等重要议案 都需要最少有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 才可以获得通过 因此民主派仍然有一定的力量 可以否决香港政府的建议或者政策 例如2017年香港政府提出普选特首的方法 但民主派以这个建议不够民主为由 否决了这个建议 用的正正是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 但现在有分析预计 民主派最多只是拿到16席 即是大概占17% 所以即使民主派拿完这16席 他们都会失去这种制约政府的力量 简单来说变成花瓶感纯粹摆设 从中国人大常委批准 到香港立法会通过 整个修改过程只用了两个多月 你一切要从香港的示威浪潮说起 香港 全国犯犯 2019年香港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 这个建议在当地引发了主权移交以来 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接种以来的示威浪潮 即是组称的反送中运动 引发了一连串的警民冲突 香港政府在那年11月 按原定计划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 即是区议会选举 结果民主派阵营大胜 之后有民主派人士提出35家计划 希望取得香港立法会超过一半的议席 去增加对政府施政的影响 甚至乎根据《基本法》 启动要求特首辞职的机制 于是他们举行初选 协调各方参选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 受到一些亲北京人士的批评 最后香港警方以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起诉了47个有份参选 或者协助统筹初选的民主派人士 今日来是要拘捕你的 这场回归 庭作成功立法 亲北京的阵营批评 有一些他们所谓反中乱港的人 试图透过选举去加入香港的管治制度 之后北京就在3月 启动我们现在看到的选举制度改革 说要实现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样做 严重挨压了香港民主派参政的空间 特首林郑月娥在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之后召开记者会 她说修改选举办法之后民主派仍然可以参加选举 还说当中其实不少都是爱国者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民主派日后还会不会参加选举呢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立法会选举已经推迟了一年 现在因为修改选举规则 再要吞迟到12月才举行 而原本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 就提前到9月举行 在2022年的3月 香港还会有特首选举 那我们还会不会在这些选举里面 见到民主派的影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BBC中文记者李汉文 大家对今次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办法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记得订阅和赞好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